大家好,我是讲故事的老范 最近啊,有一个消息又刷屏了啊 是什么呢 就是有一公司啊,叫深信服 这公司就叫深信服 深圳的深,信息的信,服务的服务 就是他拆开了呢,应该是深圳信息服务公司 但是呢,人家并没有 就人家的公司注册的名字叫深信服 这公司干嘛的呢 实际上是一家这个企业安全管理公司 他们呢,做了一个特别神奇的功能啊 叫做员工行为感知系统 这个好像也是很AI,很人工智能的一个东西啊 但这事跟AI屁关系没有 然后呢,他们这个事呢,最近刷屏了 这个,他们发现了一些什么事呢 叫员工行为感知系统呢 他们发现了这么个事 对吧,他们呢,说这个 某员工啊,这个上班期间访问求职网站23次 投递简历9次 含有关键词的聊天记录254条 然后呢,这个员工呢 被标记为离职风险高 啊,这个事呢,就是 大家就又炸毛了啊 又炸毛了,说这怎么行呢 你们这不侵犯隐私吗 对吧,这个,这个人家这公司呢 现在,第一个就是他们公司的网站已经404了啊 这个,现在上不去了 估计是被轰塌了 啊,因为现在呢 就是这种资本家的走狗啊 都是最讨厌的啊 这个一定会被这个正义的程序员 这个或者说这个黑客白客红客什么的 就会光顾一下 所以他们的网站现在已经上不去了 啊,这个前两天说那个哲立 那个APP啊 说完了以后人家下架了 这个咱们也再慢慢看 这个 啊,这个,这个公司呢 现在也出来解释啊 说我们其实做企业安全的啊 这个,这个叫员工行为感知系统呢 是一个,呃 是我们整套系统里的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小功能模块 对吧,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呢 你确实是,呃 会让人反感啊 但是这个就是我们主要不是卖这碗的 人家也出来解释 就这些人主要是干嘛的呢 就是他主要干的一件事是叫防止信息泄露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哎,你有一个文件啊 你从你的内网考出去了 他们主要管这件事了 就我记得在早些年啊 就是比如说我们,呃 那时候我在Bowland上班 然后呢,我经常会到一些单位里面 去做培训 那我带着我的笔记本电脑 去给人做培训的时候呢 进去以后要把这个 这个电脑的这个端口都封起来 拿这个胶带啊 都给我沾上什么USB口啊 什么各种口全给我沾上 为什么呢 就是怕我从里边考文件出来 哎,就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然后那个时候我在盛大上班的时候呢 是有两台电脑 啊,一台电脑呢 是呃,我的这个 啊,笔记本电脑啊 还有一台电脑呢 是这个 就是他们叫内网机 啊,内网机后边会挂一个锁 然后把这个所有的接口 什么网络接口啊 什么这个 呃,各种的什么USB啊 什么串口啊 什么都给你锁在一起 然后呢,这个就是他就是为了防止泄密的啊 这个你比如说我把内网的代码考到外网去啊 这个或者我把内网内网的文件啊 这个word文档啊 或者什么这些东西传到外网去 他们实际上主要防这个事情 但是现在呢 肯定你说我再拿个锁给你锁上啊 或者说我拿一个什么这个胶带给你贴上啊 肯定已经不行了 因为大家必须要上网 对吧 那你就必须要这个有些新的手段来监控这件事情 呃,比如说 外网传播了一份这个啊 重要的文件 那么我们至少 哪怕说我没有防止它流出去 呃,但我也知道是谁传的 对吧 那么大家说哎 有人如果你把这个文件传出去啊 会有人知道的 那么大家会啊 就就会不传 或者说会心里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说我 不能从我这传出去 对吧 它会是这样的 那么现在的处理方式呢 就是啊 用这种叫 呃 或者说我们管它叫网络监督系统 或者叫网络审计系统 就是它会记录你在网络上的所有行为 啊 就它会有这样的系统 就是深信服 他实际上就干这么一个事 那干完了以后呢 他就提供了一些辅助功能 对吧 他说我既然已经都监控了你所有的这些东西了 对吧 我再加加一些辅助功能吧 这个辅助功能呢 里头其中有一项就是叫员工行为感知系统 然后另外一个小辅助功能是什么叫摸鱼 这个就是就是我们叫叫摸鱼预防吧 就是预防摸鱼的 对吧 他们这个呢 就是这个你比如说你去聊天了啊 或者你去看网站了啊 看视频了 刷抖音了 这个你去购物了啊 你去炒股啊 他都可以监控到啊 因为为什么你炒股 你比如说你登陆到什么大致会啊 或者登陆到什么 对吧 这个这个什么 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这个这个啊 股票网站上去 对吧 你在那上次做一些操作 他实际上是都可以看到 这个他会啊 把这个东西拎出来 然后前一段时间不还出过这个事吗 就是谁呢 国美吧 国美的这个员工 刷抖音看这个腾讯视频 然后被被这个这种系统抓出来了 抓出来以后呢 他就说来说 哎 这个有人上班摸鱼啊 然后呢 国美的处理方式呢 就是要全公司通报啊 当这个事后来当时也是这个玄 引起了轩然大波啊 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两个原因 第一个呢 是因为说你这个事 是不是侵犯用户隐私 第二个事呢 就是说你进行全公司通报这件事情呢 啊 是不是这个破坏了这个名誉权啊 是不是破坏了名誉权 现在呢 其实员工的这个自我的这个保护意识 越来越强了啊 这个事其实是个好事 这个事是个好事 但是这个国美这个事呢 首先说这些员工啊 肯定他是有问题啊 因为呢 这个大家在办公室里头 就是当你比如几百人 或者说上千人 你凑在一个屋子里去办公的时候啊 这个贷宽是有限的 啊 当你很多人在这刷视频的时候啊 这个就会 这个其他人可能就会影响正常办公了啊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啊 所以呢 他去纠正这件事情 其实没什么毛病 啊 特别是像 比如说咱们正常的礼物 我们上班的时候不可以去 呃 比如说下载东西啊 你用这个啊 百度网盘啊 或者用这个迅雷啊 你去下载东西啊 这个事都是不允许的 因为你一旦干这个事情呢 可能其他人就没法工作了啊 没法正常工作了 这个事是有问题的 所以 这样国美呢 就是你去做这个通报批评 可能是过点分啊 哎 咱们再说这个 呃 叫做这个员工行为感知系统 他这里他们提供叫 叫离职风险分析 还有一个叫工作效率分析 工作效率分析 就是看看你是温摸鱼吗 然后他们最主要的 其实干的活叫叫泄密追踪和分析 啊 就是呢 谁把文件考出去了啊 实际上主要是干这件事 这个 这个东西其实也不贵啊 我看了一下他们这个服务 大概一年也就是一万块钱 就是我很很大一个企业 啊 我买这个服务呢 一年给他一万块钱 他就给你买了 然后这个事呢 到底是不是算侵犯用户隐私呢 或者侵犯员工隐私吧 啊 这个事其实这么讲啊 就是说我们上班了 啊 拿了老板的薪水 这个 这个你确实不太应该来干这件事 啊 这个这个还是 就是从职业道德上讲的 还是有差异的 啊 那你比如说我需要找工作 需要这个什么的时候啊 呃 你可以在这个 在家来处理这个事 对吧 那你说我坐在办公室里头 利用这个老板给我发薪水的这个时间 啊 去刷了个抖音 去改了改简历 然后去跟其他人去沟通沟通 这个事 啊 就是 就是他反正肯定还是有不太对的地方 啊 还是有不太对的地方 这个 其实在任何国家他都有问题 啊 都有问题 这个里头呢 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啊 律师呢 也去解释了一下 就是 我看他们也问了一些律师 说你这个事到底行不行 律师的解释是这样的 就是呢 你开发这种系统呢 肯定是没什么毛病的 他是他是OK的 对吧 并没有说你这个事开发系统就是违法的 就跟你开发摄像头似的 这事啊 他并不违法 但是呢 如果这个公司安装这种系统 你事先没有通知员工 或者没有告知到员工 那么这个事呢 是涉嫌违法 如果比如说我装上这个系统了 那我去跟所有员工去沟通 说哎 我们装了这么一套东西啊 然后以后呢 你们所有上网的信息 我都可以看到 然后呢 这个你们如果上班刷按摩鱼 如果上班这个投递简历 如果做这些事情 我都可以看得到 那这个员工继续愿意在你这里工作 那是他自己的选择啊 如果说他 你跟他开这个会 跟他说这个事情以后 他就离职了 也是他在选择 这样的话其实是 应该算可以合法使用 可以合法使用 这个里头的这个关键就是 你是不是先跟人说了 这个呢 叫不叫而诸 这个事是不对的啊 你先跟人说了 这事还是可以的 再讲一讲 这个咱们员工在上班时间 干这个奇奇怪怪的事情的 这个咱们讲一个国外的案例吧 咱们老讲国内的对吧 讲了一个 这个国美的 讲了一个这个身信服的 咱们讲一个国外的 这个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么个事 就是说这个 这个以前曾经传说过这么一个事情啊 就是说一些中国员工 因为啊 领人去Facebook里的吃饭 然后被Facebook开除了 好像是Facebook干的事 对吧 这个事也大概是在哪年 我想想 20 可能是16年吧 好像是 好像是16年 15年16年的事 我忘了是哪年了啊 大概是15年16年左右的事情 这个因为以前啊 我们也比较经常去吧 就是有时候会跑到美国去 到硅谷 然后呢 因为跟那个Facebook也好 谷歌也好 跟这个其他的公司也好 有一些业务来往 然后也当然是可以上人公司里去吃饭 这个吃饭呢 也是不要钱的啊 就是比如说吧 我去谷歌 我到谷歌里要吃个饭 怎么办呢 就谷歌里有很多食堂 然后呢 这个你员工肯定在那吃饭 是不要钱的 但你说我作为访客啊 我要到谷歌市场去吃饭 你也不能说我谁进去都可以给 给你随便吃 这事人谷歌也不傻 对吧 他怎么办呢 他是员工啊 给你打一个胸牌 这个比如说啊 我找张三 张三呢 就他有一个机器 就是每谷歌是所有的那个 呃 他反正Mountainville嘛 就是他那个谷歌的那个硅谷 那个那个办公室区叫Mountainville 叫山景城 然后呢 Mountainville上里头有好多好多的楼 就是一大堆的那种很小的楼 他不像国内似的 就给你盖一个大高楼 他有好多小楼 然后每一个小楼的那个呃 过道里头呢 有一个机器 就是那叫访客打印机 就是呢 那个或者叫访客牌打印机吧 然后呢 这个比如说我找张三了 张三就那个说来啊 我给你打一个这个牌 他就跑到那去 然后用他自己的那个工牌 啊 能够刷刷开那个机器 然后呢 说我接待了这么一个谁谁谁啊 然后呢 给我打了一个小纸条 然后把这个纸条呢 夹在一个夹子里头 给我给我放在这个身上 比如夹上啊 夹上完了以后 我就可以带着这个这个小牌 我就可以在谷歌里头转了 我只要有这个牌呢 我就可以到谷歌里头去吃饭啊 各个市场都可以去吃啊 这事是没问题的啊 然后那个啊 Facebook呢 是另外一个情况 Facebook呢 是这个啊 这种叫什么呢 它是那种啊 封闭远区啊 就是就是那个谷歌的那个 Mountainville是那个开放远区 就是啊 他没有一个大门 也没有围墙 就是你可以任何人都可以走进去 然后呢 但是他每一个楼你进去 是要那个刷公卡啊 啊这个Facebook是那种开放远区啊 是封闭远区 就是说 你进他那个办公园区之前 有一个地方要去登记 你你不登记 你进不去 要找人进来领你啊 出来领你 比如说我到Facebook去看哪个哪个朋友 对吧 要进去跟他聊天 那么呢 他要出来领我 这个给给我 也是要打一个牌进来 但是我只要进到那个里头去 啊 他就认为说你已经啊 进去了 然后有人给你做过访客登记了 你进来了 所以我只要进到那个Facebook那个园区里头 他那个饭也是可以随便吃了 啊 Facebook里的大概唯一有一家餐厅是收费的啊 其实却所有都是免费的 包括哈根达斯什么的 就是冰淇淋店都是免费的 有一咖啡店收费 就那咖啡店说我们这个这个我们的宗旨就是要收费 绝对不做任何免费咖啡 我忘了店叫什么了啊 就是他们做那种就是薄荷味的咖啡 就是他们在硅谷里头有好几家店 然后扎哥伯格就是说我特别爱喝这种咖啡 然后我一定要在Facebook园区里整一个 然后那家店说我就是要收费 你给我搁一去 然后不给我钱就是不行 那他也不是说不给钱 就是正常的 你比如哈根达斯在里面开店 就是等于是这个Facebook会统一跟人结账 然后呢但是不像每个员工收费了 但是那个咖啡店说我就这么干 就是Facebook的那个那个店里头 就是啊就整个园区里头 就在唯一的一个收费的店 就是那个 就是他是那个 因为他说我的我的风格一定要收费 最后那个扎哥伯格怂了 说那那你就来收费吧 对吧 对我说哎我在Facebook店里 那个里头园区里还没找他们家店 那个有很大的一个园区就是这个 我在里头也没看见扎克伯格啊 这个但是你不是说谁都能看见他 这因为扎克伯格自己是没有办公室的 他不号称是经常是在那个会议室里头办公吗 就是他是一个透明的会议室 然后让所有的员工可以看到他 就是我去了几次都没看见他本人 啊这个 讲的生活有点远了啊 讲的生活有点远 这个 大家都可以去吃饭啊 我到Facebook也吃了好多他的市场 到这个谷歌也吃了很多市场 然后呢包括微软的食堂 LinkedIn的食堂我都吃过 这里聊过来LinkedIn的食堂是最好吃的啊 谷歌食堂呢 是谷歌只有中国的食堂好吃 这个谷歌美国山景城的食堂以前好吃 后来是这个 大概后边几年就很难吃很难吃了 Facebook食堂还算不错啊 还算不错 当然为什么会有人被开除 因为请人带人进去吃饭就被开除这个事情 这个是这样的 就是啊 一开始呢是有人呢啊做了一个服务啊 说你既然带人进去吃饭可以这个啊 可以吃到饭对吧 这有人做了一个这种这种一个小服务叫叫带人吃饭 就是呢你可以这个比如你是Facebook员工 然后呢你可以这个在这个那个平台上登记登记了以后呢 这个就是说我每带一个人进去吃饭 然后可以拿到几美金我忘了是怎么收费的啊 反正他是说收钱的 可以干这件事情就是我啊想有员工餐 然后呢有人有访客进来我也可以带他吃饭 但是呢这个我可以带一些这个我完全不认识人 然后呢通过带人进来吃饭来挣钱 然后呢我这个后来我们觉得这个就有点太过分了对吧 然后公司给你的福利 然后你拿他去挣钱 这个事是有点过分 后来我就去就是那个事出完了以后 我还又去过几次Facebook 然后也也进去吃饭 后来我就问人家说是不是这样 因为这个啊带人进去吃饭 所以这个这个挣钱了 所以这个违反职业道德被开除了 是不是这样 后来说其实不是这样 就是就是你进来吃饭 然后带这个这个挣了钱 其实Facebook也无所谓 对吧 你挣点小福利 就是你也吃不穷的 但是那几个人被开除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他们带了腾讯的人进去 然后进去面试 是等于是腾讯的人跟进到Facebook里头去挖人去了 然后呢 由这些人呢 把他带进去面试 然后呢 被Facebook发现开除了 就是有一些中国员工带这个 呃 外面的人进去吃饭 然后被开除 所以这个事呢 就是说你违反职业道德 这个事 对吧 而且那个就真的是 就是比较过分的违反职业道德 还是会被开除 当然那个以后呢 这个就是一个 谷歌的这个食堂的质量就极限下降啊 就特别特别难吃了 所以再往后 我大概还吃过一两顿谷歌食堂 然后再往后 我比如说再安排硅谷行程 当然疫情以后再没去过了 再安排硅谷行程 然后我尽量就把饭安排在这个 就是什么LinkedIn啊 什么Facebook啊 这种地方 然后那个 就谷歌的食堂就再也不去了 实在是太难吃 那这个这个今天就跟大家讲讲这个故事啊 今天的话就是说这个 看这个由这个员工啊 监控啊 监控员工到这个 这个讲到这个Facebook中国员工 带人进去吃饭被开除啊 大概讲讲到这么一个串起来的一个故事 啊 感谢大家收听 然后呢 欢迎点赞啊 点这个小铃铛 然后这个需要讨论的 然后可以加入我们的Discord服务器 然后链接我会放到我们的评论啊 这个叫做简介里面 好再见 欢迎订阅呢 位于是 欣赞的 好